烈等生被老师看不起决心挑战极限成功翻身 本期小妹给大家带来电影垫底烂魅 明兰女子中学是一所私立中学 在这里即使不学习也能够直接升上大学 于是就出现了许多不学无数的学生 宫藤沙耶嘉就是其中一员 小时候的沙耶嘉在学校里被欺负 经常孤孤单单 沙耶嘉喜欢明兰女子中学的校服 于是母亲就把沙耶嘉送进了明兰 在明兰女子中学里 沙耶嘉顺利的交到了三个好朋友 也从未因学习而操心过 本以为自己就会这样快快乐乐的毕业 没想到中途却出现了意外 高二之年沙耶嘉学会了抽烟 学校让沙耶嘉说出和他一起抽烟的朋友 否则就会让他退学 沙耶嘉不愿意出卖朋友 学校只好给沙耶嘉无期休学的处分 快到暑假了沙耶嘉被休学 母亲就给女儿出了一个主意 自己背靠靠别的大学 母亲还给沙耶嘉介绍了 平田老师的补习班 第一次见到沙耶嘉的时候 平田让沙耶嘉做了一份摸底测试 她把整张试卷都写满了 却一分都没得 沙耶嘉还以为会被老师嘲笑 老师却反而夸赞了沙耶嘉 觉得她的想法很奇特很有趣 而且沙耶嘉积极的态度 也让老师非常赞赏 第一次被老师夸奖 沙耶嘉很高兴 对徐玺这件事 似乎也不是那么抵触了 平田还帮沙耶嘉定下了一个目标 庆英大学 一所极富盛名的高等私立学府 沙耶嘉听从老师的说法 从那天开始不断告诉自己和其他人 自己要考庆英大学 朋友们嘻嘻哈哈的说不可能 但沙耶嘉却反而有些认真的 开始了自己的补习 哪怕她需要从小学的知识开始学起 其实沙耶嘉想要好好学习 也是为了自己的母亲 她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父亲却独独爱护弟弟 为了替母亲装口气 证明给父亲看 沙耶嘉坚定了自己 想要好好学习的信念 这时补习班来了另一位问题学生 林斯 林斯一家上三代都是做律师的 所以家里人也希望林斯当律师 只是父亲太过于严格 让林斯产生了逆反心理 了解清楚情况后 平田并没有觉得棘手 他知道林斯的做法 只是为了报复自己的父亲 而他有另外一个报复方法 比赌气部学习残忍得多 平田总有办法让补习班的学生们 心甘情愿地学习 他的热情也感染了每一个学生 包括沙耶嘉 他很快学完了小学文化 开始攻略更难的知识 不过沙耶嘉的起步还是太晚了点 如果想要学好 这个暑假可能就没什么时间去玩了 可是沙耶嘉早已和朋友们 约好了暑假的行程 说什么也不能闯约 所以他用自己休息的时间学习 再和朋友出去玩的精细看书 为了鼓励沙耶嘉 平田老师和他打赌 只要他能在暑假期间 把中学英语全部学完 老师就拿出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 给大家观赏 沙耶嘉听此更有动力了 暑假一晃而过 沙耶嘉果然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也拿到了老师的照片 老师向大家讲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经历 原来曾经老师也是一个不爱学习的人 但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 还去了国外做交换生 偶然看到了补习班的招聘 想要做做兼职 于是就来应聘了 后来就开始喜欢上了这份工作 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教学方法 说着说着 大家发现 刚才还热情满满的沙耶嘉 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 平田知道这段时间 沙耶嘉肯定没怎么好好休息过 新学期开始了 沙耶嘉的停学处费结束了 需要继续去学校上课 可他晚上要熬夜自习 白天在学校就会很没精神 学校的老师看见了难免要说几声 沙耶嘉告诉老师 自己要考庆英大学 招来了老师的嘲笑 于是他和老师打赌 如果他考上了庆英 老师就全裸绕学校一圈 反之没考上受罚的就是沙耶嘉了 老师不仅看不起沙耶嘉 他还去找了平田 让他不要给学生灌输这种 不切实际的梦想 但平田没有听从老师的话 而是坚定的 相信沙耶嘉可以考上 不过光有信息还是不够的 沙耶嘉毕竟起步太晚 需要补习的地方太多 为了让他顺利考上庆英 平田不得不提出 增加补习时间的建议 每周补习六天才可以 为了支持沙耶嘉 母亲不得不拿出之前 给两个女儿存的保险 再向亲戚朋友借点 这才凑足了补习费 看到了高额的补习费 沙耶嘉不禁红了眼眶 而这些牺牲 也不过增加些许 他考上大学的可能性罢了 沙耶嘉不仅得到家人的支持 还得到朋友的鼓励 他们为了不打扰沙耶嘉学习 决定先不和沙耶嘉玩了 等他考完再一次玩而够 直到朋友的打算后 沙耶嘉控制不住眼泪 痛哭起来 得到了那么多人的支持 沙耶嘉更没有理由放弃了 他拼命努力 在成绩上略见成效 这事还远远不够 他看了看庆英往年的考题 自己完全不会 沙耶嘉有些丧气 平田则拿出了一个鸡蛋 让圆形的鸡蛋立在椅子上 以此鼓励沙耶嘉 不要自认为不行 就放弃了所有希望 沙耶嘉受到了鼓舞 以简范明智 从此让自己的心思 只专注于学习 林斯看到后 也有样学样的 把一头黄发染黑 表明自己学习的决心 学校道老师 也不再纠结 沙耶嘉上课睡觉的问题 让他有充分的自由安排时间 很快学校进行了模拟考 沙耶嘉信心十足的开考 考完的成绩却不理想 每一课都不及格 好在英语成绩有所进步 沙耶嘉也算有所安慰 可接下来的几场考试 沙耶嘉的成绩都不见提高 这让他几乎绝望 不明白自己之前 那么努力到底有什么用 一次次的打击 让沙耶嘉崩溃 他开始降低自己的要求 不想再考庆英 甚至不想再继续努力 平田想用热情鼓励他 这一次却没有起到作用 沙耶嘉离开了补习班 一个人去到母亲工作的地方 外面正下着大雨 母亲看到失魂落魄的沙耶嘉 把他带回家里 并告诉他 如果真的不想考 也没关系的 母亲的温柔 让沙耶嘉很羞愧 可是他现在 真的提不起精神学习了 就在这个时候 弟弟又出现了问题 弟弟一直继续着父亲 成为职业棒球选手的梦想 从小就认真努力地打棒球 虽然现在小有成绩 可是他的压力太大了 他害怕自己输了球 会被父亲责骂 常年的重压 让他经常犯哮喘 终于弟弟决心放弃棒球 甚至为了反抗父亲 就和一群小混混在一起玩 沙耶嘉想要让弟弟回归正途 弟弟却用沙耶嘉 学习半途而废的事 讽刺两人都一样没出息 沙耶嘉让母亲 带他去庆盈看看 来到了庆盈 看到了风景优美的校园 其乐融融的师生 沙耶嘉最终还是觉得自己 想要来到这所大学 于是他连夜回到了补习班 和平田老师和好 重新开始学习 最后一次模拟考开始了 沙耶嘉考完后 都不敢看自己的成绩 而是拿到补习班 让平田帮忙看 这一次成绩终于有所进步 有一半的几率考上青银 而家里 父亲正在烧掉 自己为弟弟买的棒球装备 虽然是真正放给弟弟自由 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可是弟弟打了这么多年的棒球 现在反而迷茫了 沙耶嘉拿出自己的成绩单 鼓励弟弟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梦想 他这么晚才努力 都有机会 弟弟更有可能成功的 终于要到考试的时间了 沙耶嘉根据平田的建议 报考了青银大学文学部 和综合政策学部 还有西部的晋纪大学文学部 先考的晋纪大学文学部 考试那天下了大雪 许多列车停运了 为了顺利赶到考场 父亲亲自送沙耶嘉去考试 不过沙耶嘉并没有因此原谅 父亲这么多年的忽视 还毫不客气地说 父亲是臭老头 父亲把车停了下来 沙耶嘉还以为父亲赌气不走了 没想到 他停下来是为了帮助车陷在雪地的陌生人 沙耶嘉第一次知道 自己的父亲也是有优点的 来到考场 沙耶嘉连忙下车进去 父亲在身后喊道 考试一切顺利 沙耶嘉被成功录取 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沙耶嘉的目标始终都是晋纪大学 几天后就是晋纪的考试 沙耶嘉就要离开补习班了 他特意写了一封信交给平田 平田也送给了沙耶嘉一罐 考试喝喝咖啡 文学部考试当天 沙耶嘉特意在进考场前把咖啡喝了 结果刚开始考试就肚子不舒服 跑了好几趟厕所 考卷也没有好好做 第二天就是综合政策学部的考试 这场考试需要写一篇小论文 这是沙耶嘉的弱项 所以这个学部 他也只是试试着而已 没有期待能考上 很快成绩就公布了 文学部果然没有考上 但综合政策学部 意料之外的考上了 沙耶嘉赶紧把好消息告诉了平田 当来年春暖花开 他就能够去心心念念的大学了 身边的人都为沙耶嘉高兴 学校的老师应约全裸出现在大家的视野 林斯考试落榜 但他没有气馁打算来念再战 沙耶嘉也和父亲和解了 去往轻盈的列车上 沙耶嘉看到了前来送行的平田 他一直以为平田是自己的救赎 其实他又何尝不是别人眼中的希望呢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这句话说出口太简单 做得到却又太难 我们何尝不知努力就有收获 可又谁又能毫不犹豫的 从头开始 可是我仍想做一次沙耶嘉 哪怕前路渺茫 哪怕荆棘遍地 哪怕嘲笑就在耳边 我也想勇敢的 坚定的 无怨无悔的去完成一个梦 你呢 你愿意吗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怪小妹 明天见啦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